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乘污供应过剩 消化恐虚十几年 中国人不爱看电视 开几率跌破三成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扫荡军方 15名高层将领被清洗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 对军队的整肃愈演愈烈 最新一轮的行动是近日免除包括前火箭军 及装备发展部9名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 此前两天 全国政协撤销三名国防企业高管的政协委员资格 这表明自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去年10月被革职以来 军队的反腐行动持续扩大 据报道 过去6个月内 已有至少15名军方高层将领和主管被清洗 12月29日遭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9名军方将领中 有3名上将和4名中将 其中多人曾在火箭军任职 包括火箭军两任原司令员李玉超上将 周亚宁上将 火箭军原参谋长副司令员吕传广中将 火箭军原装备部部长吕洪少将 以及曾任火箭军副司令 后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张震忠中将 另有多人曾在军队装备领域任职 包括前国防科技大学校长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玉林中将 曾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饶文敏 军接部详 原南海舰队装备部长 南部战区副司令员 兼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居新春中将 此外还有渊空军司令员丁来行上将 有分析表示 曾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以及火箭军案牵扯出来的军方腐败沃案 涉案深度及波及面远远超出外界预期 自毛泽东之后 中共全市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 为在2027年前将中共解放军打造成一支现代化军队的目标 多年来向军队注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军费 而习近平强军战略的核心是提升火箭军的战力 火箭军将在习近平武统民主自治的台湾的野心中发挥关键作用 不过火箭军近来陷入广泛的军中腐败丑闻 高层尽遭清洗更换 彭博社表示 这些仅仅是北京公开宣布的对军方将领的罢免 不向中共体系其他领域的反腐清洗 中共军方通常不公布军内的腐败调查 据财新报道 另一位火箭军的少将去年11月被悄悄地罢免北京市人大代表资格 彭博社援引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 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的分析说 最新的清洗行动再次表明习近平铲除军中腐败的行动还没有成功 吴志远还表示 对于解放军高层将领及军中高端装备可靠性的疑问 让习近平及中共领导层在未来几年考虑发动对台攻势的时候都应当感到忧虑 报道说中国国防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自2015年重组军队以来 习近平提拔了多位航天及国防工业领域的高层 试图追赶美国在高端科技上的实力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在转任总装备部前 曾长期在航天工程领域任职 习近平在2022年的二十大上 将三名军工业的领导人拉近24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再次体现了他对军工业的偏爱 不过随着一名来自武器研发联合体北方工业集团公司的 两名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高管 被从全国政协清洗 军工领域高层的可靠性目前也受到质疑 报道援引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 中国分析中心的中国政治研究员牛奔的话说 这些调查可能削弱那些从军工业提升的 技术官僚的政治地位 报道表示 中共军中持续的腐败问题 可能令中共在某个时刻统一台湾的野心夭折 中共坚称拥有对自1949年以来 从未隶属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且逐步发展为民主社会的台湾的主权 而且誓言不惜动用武力也要统一 此外 另一个对北京的潜在警告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因军队的腐败而受到挫折 解放军的一些研究人员早在2014年就指出 军中腐败问题是影响解放军战力的首要敌人 《解放军报》在元旦社论中誓言 今年将展开对腐败的战争 表明军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腐败调查和清洗 不过中共上周五任命 负有南中国海经验的海军司令员董军为国防部长 填补了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原因不明的失踪 造成的长达数业的职位空缺 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首次任命海军将领为国防部长表明 先年62岁的董军在南中国海及台湾海峡的经验 将有助于习近平更好的管控 近年与美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海上紧张局势 此外 先年59岁的胡忠明12月15日被晋升为海军上将 并接任海军司令员 胡忠明在海军服役多年 曾任前艇长 海军参谋长助理 海军副参谋长 北部战区副司令员 兼战区海军司令员 海军参谋长等之 彭博社还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专门研究解放军的高级研究员 蔡志祥的分析说 这一轮清洗可能是习近平对解放军指挥高层 落实一些实质性重组的机会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打倒习近平 自由亚洲刊登魏普的署名文章 文章称近年来习近平执政显露出某种明显的自己打倒自己的荒谬倾向 倾向之一 今天的习打倒昨天的习 去年年底财新周刊发表社论 重温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并引用了习近平的话 这篇社论刚已出台即被封杀 其中习近平的金句历史反复证明 坚持实事求是就能新党新国 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也一块被封杀了 这说明习近平对实事求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过去他认同实事求是 现在把他当作刺耳之声不认同了 至于他是新党新国还是误党误国 都由他说了算 别人不得妄议 倾向之二 搞自我崇拜的习 打倒鼓励属下造神的习 习近平刚上台时要求全党听党的话 现在他要求全党听他习近平的话 今年4月 习近平号召大家学习习近平思想 这和毛泽东有的一拼 根据中国作家杨继生先生 1950年4月中宣布起草的五一节口号中 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在审定时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 习近平有样学样亲自出马自己吹捧自己 也许他觉得心腹蔡奇对他的吹捧 如学习习思想要入脑入心入魂不够给力 倾向之三 一人独裁的习打倒寡头统治的习 习近平刚上台时接手的中共体制 还是寡头统治体制 既有极少数人垄断权力 在寡头统治下 几名中共常委各有分工 各司其职 习近平虽然很快成为寡头统治的核心 但他并不满意自己在中共寡头体制中的地位 于是他在2018年修宪 使自己成为终身领导人 随后连续运作数年 把能抓到的权力通通抓在手里 这包括党的决策权 政府治理权 军事指挥权 金融经济领导权 外交主导权 改革决定权 历史解释权 意识形态定调权等等等等 党内高层再无分工 党政之间政府成了摆设 到了20大 中共体制正式完成了从寡头统治 向一人独裁统治的过渡 党天下随变为习天下 习一人说了算的独裁体制 不仅面对国内 而且走向世界 成为挪威学者 斯坦林跟笔下的一人治国 无人能党的完美独裁者 习近平忠于随愿 倾向之四 抓权有数的习 打倒治理无能的习 习从上任以来 集中精力抓权 他把江湖时期 还大体重视治理的技术官僚 和专家治国 变成了党棍治国 外行治国 李克强当总理时 习把李在国务院的权力 归在自己名下 李强开始执政 习干脆直接在重要的 治理国家的岗位上 任命不懂行 只会拍马的亲信 习在口头上非常重视治理 现在已经出版了四卷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还屡次三番在中央会议上强调 治理是中共执政的核心理念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习近平似乎并没有兴趣 也没有能力 搞什么治国理政 他的兴趣都集中在如何抓权 如何固权上 大权独揽后 他不停的猜疑周围的亲信跟班 对他不忠 于是不停的侵袭 再不停的任命 对他更忠诚 更无能的跟班 然后再不停的侵袭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 他有什么精力搞国家治理呢 习政府在国家治理方面乏善可陈 但他吹嘘中国在大国治理方面 取得不俗成绩 并且把治理的目标从国家治理夸大到大国治理 再到全球治理 到了让人笑掉大牙的地步 倾向之五 亲自烂尾的习打倒亲自策划的习 中国在疫情期间的封城 是习近平亲自策划 亲自指挥的 而解封在毫无预警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 产生了突然烂尾的巨大效应 感染率和死亡率飙升 国人和世界都不知所措 而他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外交和国防人事变动 突然以两个国务委员失踪而烂尾 金融领域习要说了算 造成外资争先恐后外逃的烂尾效应 这些烂尾结果证明 习的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是多么荒唐 多么失败 如果华尔街日报预言不虚 中国崛起 西方陨落的论调将在今年手中正勤 那么依我之见 造成这种巨大烂尾结果的一个重要理由 就在于习近平的自己达到自己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库立蔡奇右下重手 这次将遭殃的是这批人 综合媒体报道 刚刚过去的一年 中国经济步履蹒跚每况愈下 中国当局在年末祭出强力维稳手段 严厉禁止唱衰 以掩盖中国经济颓势 习近平的亲信蔡奇日前公开要求宣传部门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招致舆论反弹 星期三 1月3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在北京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时 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 发展壮大所谓主流价值 主流舆论 主流文化 加强舆论引导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云云 中国经济在2023年的表现乏善可陈 房地产市场严重衰退 政府企业均债台高筑 微如雷软 失业率飙升 民生日益艰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不仅国际社会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财经专家 学者频频发出警告 在2023年末 中国国安机构直接出面进行经济维稳 以所谓助劳经济安全屏障的名义 公然要求经济学者财经网红们 一律不准发表唱衰中国经济 否则将视为触及红线 而予以处罚 中国的经济学专家 财经博主等随即成为了高危人群 一些依据事实和数据发文 分析中国经济现状 问题及潜在风险的财经账号 被中国监管机构扣上了炒作抹黑的帽子 轻则文章被封杀 重则作者被打压或处罚 例如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刘继鹏 因在社交媒体上 建议股民现在不要入市而遭禁言 其中国政治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的职位 也因此不保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经济学者李迅雷在财经媒体上发表文章 因引用了北京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2021年发表的调查数据 披露中国目前月收入2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人口 约为9.64亿的讯息 随即遭监管机构删文封杀 此外经济学者马光远 财经评论家水皮 证券专家淡冰 资深投资顾问徐晓宇 财经博主洪荣等人 皆因在点评房市、股市及经济现状时 不慎发表了被中共当局视为负面唱衰的言论 相继遭到官方全网封杀 最新的例子是 财新传媒先发文重温了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 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 随后又在年末回望的文中 提及蹊跷早逝的李克强 两文均遭下架删文后 社长胡舒立聚传遭北京国安部门约谈 最后清空了他微博账号上的所有内容 马云六公司股权被清零 支付宝惨遭共产 综合媒体报道 在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后 马云原实际控制的蚂蚁集团旗下 六家香港上市公司权益已经清零 而调整后的蚂蚁集团 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股东单一或共同控制的情形 中国网民说 这是私人企业的最终归宿被共产了 支付宝公司最近被中国央行核准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也就是说公司股权仍属私有 但是控制权则国有化 换句话说 马云失去了蚂蚁的控制权 香港经济通讯社报道 马云及相关人士在六家香港上市公司的持股 于2023年12月28号归零 马云也正式退出支付宝决策 蚂蚁旗下的支付宝公司变为无实际控制人 消息公布之后 有网民在微博上感叹 马云代表一个时代 马云的离去也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也有人表示民营企业不能做大 一做大就要被回收了 还有网民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表示 说放弃就好像是马云主动的 实际上是共产党要马云交出马蚁集团 马云必须遵守 不然就连最后的人身自由都会被共产党剥夺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 共产党抢劫民营企业的游戏 在窃国初期就玩过 但最后的结果就像是一个三岁的孩子 兴奋的拆坏闹钟后再也无法装回去 然后一脚将散落一地的零件踢入床底 其实就是公司合营2.0 堪称21世纪最大的抢劫案 蚂蚁集团在经历罚款及监管风波后 公司估值大跌 美国财经媒体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2014年在纽约股市 以218亿美元的筹资规模 创下全球最大规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记录 风光登上世界舞台 然而在2020年攀上股价高峰之后 却在去年11月跌落至每股77美元左右的水准 跌幅达到75% 支付宝则是中国最大的支付平台 原本由蚂蚁集团旗下的蚂蚁金服空股 2020年蚂蚁的上市计划被中国官方喊停之后 监管部门要求蚂蚁集团进行一系列整改 其中包括分拆支付宝 评论认为这只是开始 以后凡是在中国的关键行业 中共都会采取类似的行为 中国城污供应过剩 消化恐虚十几年 据自由财经报道 2020年中国定出三条红线政策 管控房市后房市陷入低迷 陆续有房地产开发商爆发债务危机 由于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四分之一以上 房地产危机也进一步阻碍了中国整体经济发展 资产管理公司司瑞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浩表示 中国城污库存过剩问题 恐怕还需要十年以上才能修正 CNBC报道 洪浩表示 按照目前中国房市的销售进度 大约还需要两年的时间 才能清完市场上所有库存 若将正在兴建中的房屋考虑进去 恐怕还需十年以上的时间 此前一些市场专家也没有料到 中国房地产调整期会持续如此之久 因为在中国以往的经济衰退中 房地产业会对刺激政策迅速做出反应 并在触底二三期后反弹 因此洪浩认为 北京当局必须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 不能光依靠房地产业和房地产投资来拉抬经济增长 挥之不去的房地产危机影响了消费者信心 导致中国整体经济成压 外界认为受房地产危机拖累影响 中国经济很可能进一步放缓 中国人不爱看电视 开机率跌破三成 据中央社报道 根据一份智能电视新趋势研究报告 自2016年以来 中国的电视开机率有70%断崖式下跌 到2022年的不到30% 销售数据显示 2023年前三季中国彩色电视销量下跌13% 连续五年萎缩 前瞻网报道 前瞻产业研究院3号发布2024年中国智能电视交互新趋势报告 做以上表示 报告指出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手机平板等小屏幕行动装置的崛起 冲击电视使用率外 不佳的用户体验以及层出不穷的使用套路 也在推动着中国用户远离电视 前瞻产业研究院调查显示 消费者使用智能电视频率低的原因 排名第一是使用投影机 手机电脑 PAD等替代电视 占86.07% 其次是智能电视APP收费高 占35.06% 操作太复杂 广告太多 应用较少 无法覆盖使用要求 分居3到5名 新浪科技去年10月在微博发起一项线上调查显示 参与投票的4183名消费者当中 数月没开电视的使用者多达2188人 占比为52.3% 偶尔陪家人看一次的达820人 占比19.6% 调查显示 每周开机1到3次的为524人 占比12.5% 每天开机1到2小时的高频率用户仅651人 占比15.6% 中国媒体快科技提到 现在开机看电视 除了忍受数十秒的开机广告外 还需要打开相关的电视APP 再选择合适的节目或者频道 一套流程下来需要一两分钟 令本来就不强的开机欲望消磨殆尽 都市热报提到 短影音的流行也是一个开机率下滑的重要因素 现在大家都喜欢快速消费讯息和娱乐内容 短影音平台提供的就是快速多样 还能互动的内容 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截至2022年末 中国大陆短影音用户已达到10.12亿人 此外 中国开机率下滑 也直接冲击电视机厂商的业绩表现 家电市场研究机构 奥维云网数据显示 2023年前三季 中国累计销售彩色电视2162万台 较2022年同期下滑了13.02% 销售额为人民币727亿元 年减5.46% 采购市场已经连续5年萎缩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制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 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 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 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 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 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 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 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Elofone Sea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 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 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波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